跟索尼亞講完話以後 在這個城市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小妹妹在這邊 你跟她講話說 聽說草陸鎮這邊埋藏的寶物 地圖給的寶物提示是 調查石碑 這邊有很多石碑 最初是草 由強至弱追尋兩次 這是什麼意思? 看不懂 如果你也看不懂 你也很想找到這個寶藏的話 我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跟我走 你就先從這個地方 走到這個地方 這邊 這邊前面就是場館 然後你往左邊走 這邊有個石碑 你到這個石碑以後 調查一下 這是草 草調查完以後 再從這邊走 我就沒有快轉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找到這些石碑 那接下來就往這邊走 這邊 好這邊 你再調查一下這個石碑 是水 這是第二個石碑 這是第二個石碑 那接下來你往這邊走 在這個城鎮的最右邊 其實在右邊你就過不去了 不過在 這個走不過去的地方 這邊就過不去了 你看到這個人以後 往這邊走 這邊有個石碑 你在調查這個石碑 然後你會 噢 刻著火 那就找到了寶藏 地底下好像買了什麼東西 你就獲得了達人袋 哦 這就是這個城鎮的寶藏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寶可夢的影片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寶可夢劍盾 我是瑞瑞 我玩的是劍的版本 那我們上次離開了礦坑以後 這次我們就持續往城鎮走 就到城鎮的 這邊 會看到這個城鎮的關主 他是亞洛 不過 他是草屬性的寶可夢的道館冠主 所以之後要看我們的實力 在道館的競技場確認 其實這個區域裡面 有很多地方可以抓寶可夢 那我就先推進劇情 之後再來抓寶可夢 往城鎮這邊走 我會看到 赫浦 他告訴我們前面就是寶可夢的競技場 不過 Sonia要找我們 然後Sonia的狗會跑過來 會帶我們過去 Sonia在了地點 這樣我們就 到了Sonia這個地方 他跟我們一些道具 跟我們一些聯盟卡 跟我們一些聯盟卡 亞洛聯盟卡 告訴我們怎麼樣才能打敗這個關的關主 用火屬性、蟲屬性、或者飛行屬性的招式攻擊 剛好我們的 小姐姐不要停就是火屬性的攻擊 跟Sonia講完話以後 在這個城市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小妹妹在這邊 你跟他講話說 聽說草路鎮這邊 埋藏的寶物 地圖給的寶物提示是 調查石碑 這邊有很多石碑 最初是草 由強至弱 追尋兩次 這是什麼意思? 看不懂 如果你也看不懂 你也很想找到這個寶藏的話 我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跟我走 你就先從這個地方 走到這個地方 這邊 這邊前面就是場館 然後你往左邊走 這邊有個石碑 你到這個石碑以後 調查一下 這是草 調查完以後 再從這邊走 我就沒有快轉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順利找到 這些石碑 那接下來就往這邊走 這邊 你再調查一下這個石碑 是水 好 這是第二個石碑 那接下來你往這邊走 在這個城鎮的最右邊 其實在右邊你就過不去了 不過在 這個走不過去的地方 這邊就過不去了 你看到這個人以後 往這邊走 這邊有個石碑 你在調查這個石碑 在那邊 刻著火 那就找到了寶藏 地底下好像買了什麼東西 你就獲得了達人帶 喔 這就是這個城鎮的寶藏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這個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寶可夢的影片 那如果解完剛才那個謎題以後 我回到這邊跟著小妹妹講話 嘿 你找到寶物了嗎? 太厲害了 路上就有很多寶物 我都撿一撿 還有這邊 狂舞揮打 Good 在場館的左邊 這邊 有個寶可夢的球 活力快 在這個兩個人對話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女生這邊 這邊也有一顆球 力量強化 那剛才我們到這個石碑 這邊 也有一個東西可以撿 那邊有一顆球 我來去撿 拿這個球 拿下這邊的東西 解麻藥 我跟Sonia碰面這個地方 也有個發光的東西 我來撿一下 美味之水 那真的進去打道館之前 我想要到 這個地方找一些寶可夢 這邊有三個區域 一二三 三個大的區域 可以找寶可夢 這樣 那我就要開始 從第一個區域開始找 好 那這邊我先碰到 這個寶可夢訓練家 他在露營特訓 他在露營特訓 最後的階段就是要跟我對戰 好啊 陪玉佳 玉斗來挑戰 我派出了喵喵 喵喵的話我來戰鬥一下 來用個二連踢 來個迅能宴席 哈哈哈哈 一下就死了 再見 再見 向石果 繼續戰鬥 那我就用序 序能宴席 不堪一擊 不堪一擊耶 回家吧 他派出八大碟 我就繼續戰鬥 我發現他派出的這些東西 我就是用火燒他就好了 序能宴席 不堪一擊 倒下 這樣 這樣 這邊這個人就全部都用 這個火焰攻擊就好了 這裡面有一個穿著皮卡丘衣服的小朋友 跟他打鬥一下 這邊這個 可愛喔 他派出了皮卡丘 他派出了皮卡丘 皮卡丘是電啦 用地面來打他 不過 我就不管了 我想要用 二連踢 二連踢也可以啊 滿強的 那我的觀眾跟我講說 他其實也沒有管那些屬性 他就是硬打 硬打也可以啊 我就來硬打一下 二連踢 再見了 好可憐 好可憐啊 打敗了小朋友 阿晴 打完這個小朋友以後 我們再來抓這邊的寶可夢 這邊那個小貓 野生的喵喵出現了 那我想要抓他喔 我就 小小的打他一下就好了 來個 效果 不好的電光一閃 我用了幾次效果不好的招數以後 我們現在來抓他 把這個小貓抓起來 把這個小貓抓起來 抓到了喵喵 好我就叫他笑裡藏刀貓 我把他送到盒子裡面 那這邊有個放電的 這個狗喔 他常常會過來追你 我來打他一下 就是這個 洛雷獸 這樣我就叫這個洛雷獸 叫87 87 叫87送到哪裡 送到盒子裡面 接下來我來抓他 這個 好我就叫他 因為他輸我阿 所以我就叫他 龐克魯蛇 他頭髮有點龐克 把他送到盒子裡面 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好 又碰到這個貓喔 那我這次打算慢慢打他 把他收服起來 好 因為我等一下想把這個貓交換 所以我就 把他命名成要被交換的貓 把這個貓送到盒子裡面 接下來是他 來跟他打一下 他是培育家陳寬來挑戰 拍出了洛雷獸 我就直接踢你 不要停小姐姐 踢你 踢你 哈哈哈哈 再見 回家了 接下來他派出了什麼呢 夜 連夜童子 繼續戰鬥 感覺這個用火燒他都可以 我覺得這是蟲 或者是草 類的東西 所以 我就來 迅能宴席 不堪一擊 哇 獲得一些經驗值 應該可以拿到一些錢 這邊有一個穿著這個衣布的衣服的小女孩 還是小男孩 我跟他打一下 他走過來的時候 我是伊布 我隱藏的 許多的可能性 好喔 我排出了伊布 伊布好像是 普通的 那我就直接用攻擊攻擊他 就是 二連踢 哈哈 用這什麼招 攻擊降低喔 好 雖然有攻擊降低喔 二連踢還是快點把他踢死 好可愛 他好可愛 這邊有個皮卡丘 我來跟他打一下 在這個地方喔 這個第四個道路這邊 你可以看到一些皮卡丘 那我想要把他抓起來喔 這個遊戲裡面 皮卡丘算很有名的一個 寶可夢啊 呃 我就 用二連踢好 希望不要把他踢死 差一點差一點 剛好可以抓 抓起來 使用了電球 不要停小姐姐 受傷了 那我就 把他抓住喔 那我想要用這個 痾 治癒球 我想要抓他 然後可以把他的HP也回復一下 因為我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然後就使用治癒球 然後就使用治癒球 耶~~~ 哈哈哈哈 所以在這個地方喔 在這個第四道路這邊 可以抓到皮卡丘 好 就如果你之前有玩過 痾 Let's go皮卡丘的話 你可以在 車站 就是在 荒野地帶的車站 可以跟人講話 拿到皮卡丘 就直接可以拿到皮卡丘 如果你之前有玩過的話 那像如果 像我的話 我之前都沒有玩過 寶可夢的遊戲 新手 那我會在第四道路這邊 拿到皮卡丘 這樣 我想了好久 我叫他 皮卡69曹曹 哈哈哈哈 很曹 我叫皮卡69曹曹 放到同行的寶可夢裡面 我想要常常看到他 我就把 下面好癢 換掉 下面好癢 到盒子裡面吧 嗚~~ 有皮卡丘了 欸!我碰到這個 野生的小仙奶 我想把他抓起來喔 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小仙奶這個名字還不錯 我就直接用原來的名字小仙奶 然後把他加到盒子裡面去 欸!我碰到了一個毛便羊 我還沒有抓過毛便羊 好像 我來抓一下他 我就叫他做帶宰肥羊 送到盒子裡面 欸!叫我碰到一個新的 電電蟲 我想把他抓起來 那我就叫他 電鷹三小 哈哈哈哈哈哈 送到盒子裡 我來釣魚了 發現一個角金魚 那我就叫他 金蟲舞者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送到盒子裡面 欸! 這樣我碰到一個新的 韓羞包 韓羞包 如果火燒他的話 他會死得很慘 那 呃 我打算用效果不好 二連踢 先踢他一下 那我就叫他 韓包代射 哈哈哈哈 適合他 放到盒子裡面 我們收服了很多皮卡丘 那在我們去打盜館之前 我先來這個地方 我收到了觀眾的留言喔 說 他希望 我取名能夠用激情來取喔 所以 我打算把我的皮卡丘 換個名字 我本來的皮卡叫 皮卡久久潮潮喔 不是很好 我來把他取個名字 本來就用 觀眾提供的名字 叫做 激情皮卡丘 哈哈哈哈 從此以後 這次寶可夢叫做激情皮卡丘 Good 走到道館這邊喔 就會看到 賀普出來了 他說他已經拿到了 他的徽章 草之徽章 那 我發現喔 這個 呃 遊戲的翻譯可能有點錯誤 在上一次 呃 上集的時候 在 呃 一開始開幕式的時候 是說要拿 什麼真章喔 有點寫錯 其實應該是徽章 算怎麼樣我們也要去拿我們的 草之徽章 道館以後 會看到這個老兄 跟他講話 可以拿到球 友情球 友友球 那你可以跟所有的人講話 不過 如果你跟他講話的話 可以拿到球 那如果你跟他講話的話 他要換這個貓 那我有特別準備一隻貓來跟他換 所以我就 呃 用這個 要被交換的貓喔 我已經 寫這樣子 就是 呃 真的要交換他 交換 我們就收到一隻 喔 金小判 要好好疼惜 金小判喔 換了貓以後 我們就 往前出發喔 去打這邊的這個 徽章 要完成道館任務 然後 戰勝 館主 所以我們要先完成一個任務 要將毛便羊們 趕到另外一頭 好 那就開始囉 那 不是很難喔 就把他們 趕一下 這樣子 不用一次全部趕完 這樣 我先趕這些 然後再趕這些 只要把他們全部都趕到位子的話 就算通過 好 那第二次啊 就會有一隻狗 狗會嚇到這個貓 會嚇到這個羊 你就避著狗就對了 也不是很難 那可以跟這個老兄打一下喔 因為 打一下順便會有 錢 所以我跟他打一下 把我趕走是他的工作 那他們就很簡單 在這個草的道館裡面 你只要用 這個火去攻他們就可以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草的屬性 所以我們就用 迅能宴席來打他 不堪一擊 就倒下了 那這次我們來繼續趕羊 那下面一個階段 就有兩隻狗 那一定會被這些狗嚇到的 那我就不打算趕羊 我就打算先去 打這邊的這個人 打完這個人以後啊 這些狗 他就不會來趕羊了 我就直接打這個人 那也是很簡單 用火燒他就好了 他這個道館裡面 全部都用火燒 派出了 田竹竹 那我就用火燒啊 倒下了 接下來他派出什麼 走路草 也是用火燒他 走路草 來了 應該一次就把他燒死了 跳去啊 祈秋小鳥升級 打敗了他 打敗他以後 他的狗就會回到他的身邊 就不會把我們羊嚇到 而且我們能拿到錢 所以 所以 我現在就來趕羊 這樣我們就要跟最後的 關局啊 道館的館長 打鬥一下 也是很簡單他也是用 恩 火就可以了 出發喔 來拿我們的徽章 他要使用極具化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極具化 道館管主 雅若來挑戰了 嗚嗚 派出了又綿綿 要挺小姐姐 去吧 那對付這個 在道館裡面喔 可以極具化就對了 可以維持三回合 那我就用這個火去燒他 一下就把他殺了 倒下 他太粗了全部都是草類的 全部都可以用燒的 所以我就一律用不用 不要挺小姐姐來打他們 繼續戰鬥 出現白蓬蓬 我們不會輕易放棄 農家工作就是靠毅力 他屬是個白蓬蓬喔 那接下來他要把他的 寶可夢放大 所以 我玩過了 我之前有練習過 我才錄影了 所以我知道 我就極具化 然後用極具火爆來燒他 這樣 我的小姐姐就變大了 讚啦 他用極具化爆 斬草除根 所以我的火來燒他 那應該很順利就可以把他打倒了 效果絕佳 對方也使用遲入的極具攻擊 那我再燒他一次喔 這場戰鬥就結束了 就可以拿到徽章了 哦 極具火爆 送你回家 倒下 所以成功戰勝這個道館的館主 收下這個草之徽章版 耶 嘿嘿嘿 拿到了 第一個道館輕鬆的完成喔 用火燒就可以了 然後能捕捉25級以下的毛可夢了 知道了 收下這個招式學習器 魔法液 收下這個禁忌服 接下來雅洛會出現 告訴我們一些事情 接下來要挑戰的是水舟鎮的陸黎納 穿過5號道路去就對囉 然後說可以去曠野地帶走一走 知道了 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個地方喔 明天我們再繼續玩下去 我們今天打敗了這個館的館主 拿到了徽章 然後我們解了這個城鎮的謎題 也拿了很多很多的寶可夢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